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政治口水 苏贞昌喊话 段银康要朱立伦带队防疫 赖清德则是要传授台南经验 这蚊子之乱可能会打乱选情吗 以及两年来拼掉了四个邦交国 只剩网络耍嘴皮 外交部拿小熊维尼消遣对岸 敢做改当又何必删文 况且我们对录片也有配额 又凭什么取笑人家 为你介绍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邱老大好 政治评论员唐慧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行政员发言人郑立文 大家好 台南市议员王家珍 大家好 以及国会助理郑兆欣 大家好 我们看到电价在四月份的时候才调涨了三趴 但接下来十月份电价可能又要调涨 主要是台电董事长说 燃料价格现在还在飙涨 对国营事业来说不要说正在营吃卯粮 亏损应该要适度的反应到电价上头 的确在之前三月份的时候 电价上涨那一波有如实的反应吗 我们来看到事实上蔡英文总统在选前的时候 说台湾未来不会缺电 所以十年之内不涨电价 没有想到在今年三月台电建议说我们得涨了 而且这个建议的涨幅必须涨到10% 但是四月份的时候经济部最后开板只涨3% 所以换句话说每度的电价平均是2.625元 到八月份的时候台电又说了 十月份的电价调涨也建议要调涨7到10% 这个才够 但是经济部始终没有表态 所以我们不知道十月份涨不涨 而且涨多少 那么主要是因为没有错 因为国际的燃料都是走洋的趋势 包括了燃煤煤价已经从每顿85美元涨到115美元 油价也是涨到了74美元 天然气每度11块钱涨到了12元 而我们知道我们用大量的煤用大量的天然气 所以这些燃料占了台电的营运成本超过一半以上 所以不涨才有鬼 因为你的命都是你掐在别人的手里 好 我们就来看看台电为什么说他们实在hold不住了 如果还不涨的话 的确就以国营事业的获利来比吧 在今年的上半年已经结算了 中油大赚294亿 台水赚了2.2亿 唯独台电大亏240亿 事实上在去年同期去年的上半年 台电就已经亏损了71亿元 好 所以这样看下来这个人俊 电价真的是不涨不行了 我觉得这要分两个层次不同进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台湾有没有缺电的问题 第二个再回来看看电价有没有需要调涨的问题 这两个完全不是说从等上面说 因为台湾不缺电所以就不会涨电价 这就是民进党政府从以前到现在为止 完全不讲清楚的地方 我先举上一次电价审议委员会 他在开会的时候 台电自己所提出的报告是要涨多少%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不是3% 10%以上 那时候是14% 14% 之后来送到会里面去的时候 他们讲说不行 你不能把将近14%的很好东西 你把成本什么都算进来 把它东扣西扣完了之后 才把它变成叫做10% 但是因为立法院他们之前有决议讲说 你如果电价调涨的幅度 调整的幅度不可以大于3% 所以最后才变成所谓的3%拍板定案 可是你想想看这一来一往里面 不要讲说后来什么台电被新用修改的10.4% 他原先申请的跟他后来 其实一差就差了10%左右 对 所以第一个电有没有缺 这件事情我想在这一段时间 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数 即便我们在完全没有任何意外的状态之下 我们的电力都非常非常的吃紧 那这个吃紧的情形就为了什么 因为第一个我们没有 我们在很多的能源的选项上面 我们宁可选择贵的发电方法 那你要选择贵的发电方法 还要把这些已经盖好了这些东西 收购我就不用 不用就干嘛 其实成本上面你也没办法扣 所以你就只能摊提之后 慢慢的用赔本赔本赔本 慢慢把它补回去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你要使用贵的东西 那你用贵的你又跟人家讲说 那时候立法院里面要修一个电业法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选择说好吧 如果你今天修这个电业法 你就让电业完全自由化 什么叫做自由化 你选择要用贵的电的人 你选择要用绿能 我觉得支持赞成 因为但是你必须为你的选择付出成本 那结果后来告诉你讲说 哎呦这样子不行啊 知识体大啊 那这样子有人电价会很高 有人会很低 所以到最后那个修法的结果就是 所有人都是大水库 不管你今天是用贵的 你今天用便宜的 所有人进到这个水库里面 再出去的时候 所有人的电价都均一 所以它的亏损就越来越严重 更不要提出我们在讲煤跟天然气的部分 这一段时间 其实它一直有在上涨的趋势 所以当它成本不断的累加的时候 那你这边又告诉大家讲说 你今天愿意选择贵的 没有关系 反正你付出的跟我们其他人都一样 你本来你用这个方式发电的 你可能一度电可能要十块 我随便举个例子 可能一度电需要十块钱 但是反正我们大家都在一起 所以你也可以选择十块的 你可以选择八块的 反正最后你一样付出 每度电的平均电价 就是这么多而已 所以你就会看到它最悲哀的就是这里 你现在告诉大家讲说 不缺电所以不会涨价 我刚才就犯了非常荒谬的错误 因为电跟电价是两件事 你要让它能够发电 你看接下来我们要搞燃煤或什么 它的成本势必会再上涨 那你现在要跟人家讲说 因为不缺电就不会涨电价 我们讲太夸张了 到最后就是怎样 不断的拿我们的基金拿进去补 那些基金也是你们以前A下来的 我讲A这个字完全不过分 日本怎么做日本它的核能电厂 他们发现开始有盈余的时候 他们就回馈给他们的民众 告诉你说我每度电更便宜给你 这就是人家回馈的方式 我们不是啊 我们是把它弄出来 做弄到一个基金 结果现在要觉得有亏损 要补贴了 再把这个基金给挖出来 表面上好像很好看 可是你记不记得 当时马英九在执政 他马英九就笨嘛 他就发现到说 你那个时候如果是这样子 一直要弄下去 说大家赔本 他不行让这个一直亏下去 所以他决定让他涨上海 结果民进党骂他骂得要死 那你也不想想看 为什么前面会亏损成这样 因为阿扁动涨就这么简单 那你民进党现在你明明遇到一个 你成本上面的支出 就已经大于你现在所收的这个钱 你还在搞这种 我讲这就是变相的动涨嘛 对 他就是不让大家知道 真实的电价的状况嘛 讲真的 你民进党作为一个完完全全执政的团队 你就应该完全负责 你们不是都讲吗 以前都骂人家黑箱 以前都骂人家掩盖是非 以前都说人家造假数据 那现在台电告诉你讲说 已经用到说不要讲正在饮吃卯粮 但是亏损要适度反映到电价 你台电敢跟他这样 不要再拿我们人民的钱 大家一起来补贴啦 所以顺着这个人俊的话 有可能到十月 十月刚好是选前一个月 最敏感的时候 有可能我们现在说会涨会涨 有可能最后真的是还涨洞涨不涨了 一定还涨洞涨 一定啊 一定 以这个陈水扁执政时期就像刚刚任俊讲 明年长执政时期一定会把店家押住 更何况今年十一月要选 他十月长店家他疯了吗 他现在已经到处在大撒支票了 可台电都在哭了耶 要再调涨七到十%才够啊 台电在哭的原因是在预作准备 也就是说等到选举完了以后 明年的时候 那你要让我 你一定要让我涨了 一定要涨回来 而且我要连涨两次 也就是上半年下半年涨 涨了以后呢 到后年的第三次的时候 很倒霉又是选举年了 所以选举年的时候 就会产生上半年可能涨 下半年动涨 就是这种情况 而且连涨两次以后 第三次涨价的时候 就不受涨价上限3%这个规范了 就可以突破这个3%的规范 所以我认为 我们这个蔡英文他问我们说 如果你认为台湾经济不好 那表示我要问问 你的数学好不好 可是我觉得很抱歉的一点是 电价这个东西 是小学生的数学 就可以算出来会不会涨价的吗 因为你电价里面很简单 你的发电成本 占了里面非常高的比例 对不对 至少占五到六成嘛 所以当你的发电成本都涨的时候 你有什么办法不涨电价 这也就是为什么 所有的国营企业都赚钱 中油大赚 可是台电大亏的原因 所以你今天不从这里去检讨 一再的想要混淆 试听 一再的想要告诉老百姓说 不会涨价不会涨价 事实上不会 如果真的不涨 也只不过是因为 你勉强把电价压下来 我跟大家讲 如果以他目前调整的这种发电方式 也就是说什么 这个去掉核能 然后天然气占五成 然后燃煤三成 再能源占两成的 这种发电结构来讲 那么一年一个家庭 三口之家 少说要负担两万元到三万元 三万多 都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就算他今天把2700亿度的 一半 1350亿度 他说这个小市民不涨 对不对 500度以下的民生用电不涨 好 我全部摊给其他的商家 工业用电 那请问你的物价涨不涨 你物价绝对涨嘛 羊毛绝对出在羊身上 不从民生用电收 就从你商业用电的物价里面收 所以老百姓的负担一定是越来越重嘛 那我就觉得很遗憾 你选前说好的 这个飞和也不涨价呢 你选前说好的 飞和电也够用呢 我跟大家讲到目前为止 台北市各区还在处于轮流停电的状态 现在就用这种偷渡的方式 反正我不让你停很久 我就让你停个三到五分钟 然后大家反正三到五分钟嘛 那感受可能就没有这么深刻 不像815大停电 所以今天是既缺电又要涨电价 那我就说这个政府 你有一个合理的下台阶 什么下台阶呢 你就让这个乙和养绿的公投尽快成案嘛 这不是你一个很好的下台阶吗 你不是说 可是总统说这次全世界过时了 过时了 我觉得真的过时了 是这个政府的头脑 我们今天可能不缺电 但是我们的政府真的缺脑 你知道他连小学生的算术 他还好意思问别人数学好不好 去看看全世界哪一个飞和家园 今天法国的核电厂只要出问题 德国就遭殃 因为他们是大电网 我讲很多遍了 德国很多电是靠法国来的 那你今天台湾一个独立电网 你金门买水一个事情 你都要推三阻四 你都希望要把它咔断 因为不利于你民进党 这些独派的选票 那你今天如果说金门说要供电呢 你好胆就说你飞和 我要从大陆买电 敢讲吗 一个要追求独立的政党 敢把你的能源咽喉 放在大陆的手上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只是留给后代子孙 无穷的债留子孙而已 你现在不长 未来还是要长 最恐怖的就是 他现在不长 然后政党轮替了 又是国民党这个傻瓜 来傻傻的长电价 就先别看那么久远之后的事 我们就先看眼前吧 很多对小明来讲说 反正早也长完也长 都要长都要痛 那刚刚慧玲是说呢 今年选举他绝对不会长了 那么就是明年动涨 动涨到后来一次涨 涨到你会痛 那怎么办呢 我们也只能任人宰割 没有政治人物敢一次涨 超过10%的电价 所以即便是再白痴的国民党 也不会做重视 那台湾怎么办 台电怎么办 所以其实这就是长期以来 台湾在讨论公共政策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反智 然后非常的脑残 我坦白讲 身为台湾的一份子 我们非常的不负责任 换句话说 身为选民 身为用户 我们只要要求便宜的电 要求好品质的电 要求便宜的水 可是我们从来不知道 台湾是一个缺水 而且台湾是一个 没有产能源的地方 那为什么 凭什么台湾人 可以用全世界最便宜的电 我们又不是产油国 我们也不是产煤国 产油国跟产煤国 我们都不是 通通都要靠跟国外进口 那当国外的这些原物料的 价格波动的时候 尤其是石油的价格 或者是燃煤天然气价格 波动的时候 我们一点皮条都没有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美国川普发神经 当然我们是讲的简单 说他发神经 川普不觉得 川普觉得他很厉害 他有他的逻辑 他觉得他要再造 美国伟大的奇迹 那他修理伊朗 所以不准全世界人 跟伊朗买油 那么其他欧洲国家 可能还有 他们还有筹码 台湾怎么敢违背呢 因为如果你去跟伊朗买油的话 美国就制裁你啊 所以我们只好乖乖的 不跟他买油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能是天然的原因 你可能是人为的原因 政治的原因 天灾的原因 导致这些原物料涨价 台湾是一点抵抗力 都没有的一个海岛 所以我们的能源安全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因 就在这里 可是老百姓 没有人会去想那么多 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在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 我们经常在讨论的德国啊 北欧啊 很多的欧洲国家 一次就吓到了 所以人家是在70年代的时候 这些国家就开始进行能源转型 真的把它当作国安问题 我们讲 我们政府很喜欢讲说 这是国安问题 我想我们让我们国家 实在是太不安全 要不然就是太安全了 因为国安问题 都随便如同而系 在70年代的时候 这些欧洲国家 就真的把它当作国安问题 那怎么样调整能源的结构 甚至以全力去发展新的科技 不能够再让70年代的能源危机 再重蹈覆辙 万一中东又打仗了怎么办 现在伊朗说 他要封锁赫默斯海峡啊 他不让全世界的油运出来 那请问你要怎么办 台湾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是我们从来不去 严肃地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刚刚一开始 人俊讲得非常好 台湾的电价跟台湾的缺电 其实严格说起来是两回事 台湾就算不缺电 我们的电价都非常不合理的偏低 因为长期政府的补贴 那所以我们都用得很习惯啊 那台湾人就不会节电嘛 因为电好便宜啊 然后我们也没有智慧电网啊 也没有人告诉你说 尖锋用电 你用太多了很贵啊 这时候电是便宜的 你这时候尽量用 你在你的账单上面 在你的电网上面 你都看不出来啊 所以你根本没有一个诱因 既没有胡萝卜 也没有棒子 然后也没有智慧的电网 所以今天台湾就全部 就是还在 就是一个非常民粹 非常反智的 对于这种高科技的 高智慧的 高专业的领域 我们还是用这种方式在处理 所以才会出现一个 要选总统的人 居然讲一个 这么没有尝试的话 说台湾十年 不会涨电价 这种人根本就没有资格选举的 可是我们的媒体 没办法检验他 我们的选民 没有办法检验他 当一个人讲出一个 跟现实脱节这么严重 这么没有尝试的话 他是顺利的高票 当选我们的总统 然后当选了之后 马上台电就说 我要涨电价 然后第二年 他就涨电价 他已经跳票了嘛 他已经涨电价 涨了个三趴 想说梦混过去 可是离台电的水准 还落差非常大 台电是百分之百 国营企业 跟各位讲 台电亏损 就是我们的荷包亏损了 就这么简单 台电赚钱 就是我们赚钱 台电赔钱 就是我们赔钱 不是说台电管 他去赔 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要继续用便宜的电 傻瓜 那是哪里的钱 哪里左边口袋的钱 补贴你右边的口袋 我们觉得 我右边的口袋 一直都有钱 有电好好哦 都忘记 左边的口袋 一直没钱 你去算算台电 补贴的钱 可以发多少年的年金 我们不需要年金改革了 所以台湾的这整个的公共政策的结构 一直长期在一个非常荒谬的 非常反制民粹的 完全不合科学理性计算的方式下去 消耗的就是台湾进步的力量 消耗的是我们的国力 消耗的是我们自己的荷包 何止蔡总统说台湾未来不会缺电 十年内部长电价 赖院长也说了 台湾不缺电 而且6%的倍转容量率 非常的够用 就听得这个企业是冷汉直茂 那么有企业就跳出来说 这他们担心供电不稳 随时会重创产业 比如说半导铁业造型 是啊 所以我刚刚讲到就是这个企业 正好就是我想要讲的部分 就是在最近我们刚刚讲 这个工商界才对这个6%的倍转容量 感到严重的不足 大发脾气 那结果这个赖神之前还在讲说 一直跟你说够用够用够用 他说台湾没有缺电的问题 台湾是剩的电不够多 只是换一种说法 实际上就是缺电 你一直跟我讲够用够用 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说 其实我们讲的这些工商界 它有非常大的担忧 吃紧就算了 那因为我们错误的这种 能源配置比例这个结构 你一直去依靠我们讲说 在国家安全上面来讲 很靠不住 能源自主上面来讲 很靠不住 完全依赖国际变动因素的 这种火力发电 或者是燃煤发电 那我们坦白讲 就是万一我们在台湾 受到封锁的时候 你说天然气 连一个礼拜都进不来 连电都没有 那重点就是说 你发电的方式 你选择的就是刚刚 任俊哥讲的 比较贵的方式 那你这个样子的话 就会对企业 就算这个电很吃紧 而且你的成本会造成负担 这东西就变得说非常的 明明就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做选择 可是你因为你放弃了 其他现有的 可以利用的方式 所以你造成我们的选择 非常有限 所以到现在来讲 台电的负担很重 然后台电负担很重之后呢 你最后也是只能用基金去挹注 可是实际上你这基金 也严格讲起来 也算是全民的钱嘛 所以你只是从另外一个方式 去挹注它 实际上它就是变贵了 它就是变得一个很贵的能源 然后我们现在 在其他的这种绿能的发展上面 又跟不上 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 一个我们讲说 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 那像刚刚讲的 现在真的是非核家园的这个国家 就只剩下德国跟台湾 我们真厉害 可以跟德国在一起 可是马上就有 对 可是马上就有一些企业家 就不叫台大的那个学者 当场就在呛蔡英文 在那个学术会议上讲 我们跟德国一样 有九个邻国 可以让我们买卖跟交易电力吗 没有嘛 我们周边有什么 我们周边只有东海龙王跟南海神尼 你要跟这些人买电吗 没有嘛 所以我们在一个非常非常需要建立自己能源安全跟自主的情况之下 你选择一个对外 这么依靠对外的这种变动因素的能源 这本身就让我们的能源供给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 所以你刚刚讲说这个电价会不会涨价 我跟你讲绝对不会的啦 没有人会在这个选前从事这个自杀行为的 我补充一句话 其实说什么这个要学人家什么 其实很多人 尤其是这个蔡英文的这些附随组织 这些包括什么绿盟啊等等 他们在推绿电的时候 台电曾经举出一个措施 说你来赞助绿电 一度你只要认捐一块钱 都没有人要认捐的情况下 很多人表面上跟你讲 我不在意啊 只要能用更干净的能源 我们涨一点价没有问题啊 我们可以抑制用电量啊 我跟你讲光是智慧电网 需要搭配的智慧电表 一句八千块 请告诉我哪一户愿意装嘛 最后还是全部国家的钱拿来溢注嘛 傲慢的市长 曾为如今这样 一路干化王干到中央政府的院长 我觉得是台南的悲哀 是台湾人的悲哀 非常非常的替我们台南相亲 觉得很干 觉得不舍 一百一十二条人命 赖清德应该要背在身上 智慧电网听起来很好听 它可以调节没有错 可是它不是蓄电池 它只能在你的供需之间有 保持你的平衡 但是你当严重缺电的时候 供电端严重缺电的时候 用电的这一端 还是立刻跳电嘛 所以即便有了智慧电网 也没有办法在大量缺电的情况下 确保用户的用电安全 我跟你讲 今天你还在讲人家什么先进国家 我们什么只有这个 跟不上时代潮流的国家 才会继续用核电 美国跟不上时代潮流 法国也跟不上时代潮流 所有的国家 包括沙烏地 阿拉伯 产油国 都在用核电 都在跟你跟不上时代潮流 只有你蔡政府 最走在时代的尖端 你的科技 也是走在时代的尖端 所以人家都还没有发明 还没有办法 可以仰赖的绿能 在你手上要大量发展 我跟大家报告 电价涨一度 一度涨一块就好了 2500亿 年金改革一年省 450亿 是五倍的价格都不止 电价之乱还没来 蚊子之乱会先开始吗 我们看到今年夏天 登革热的疫情 在新北地区先拉紧报了 那么专家就说 如果再有新的病例出现的话 可能就会被列为 疫情失控等级 我们来看到目前的现状是这个 新北市新庄一共有9例 那么在台北市 也有2例的 那么在南台湾 就是高雄前镇 是30多岁的男性 是首例的登革热 所以登革热的关键数 是300例的确诊病例 一旦超过 恐怕会大规模 大量的扩散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 2015年 那么当时的这个 台南市长 赖清德 当时整个台南市的 登革热疫情 我只能说 你看到这个地图 很清楚 几乎是全区沦陷 而且呢 还输出到高平地区 好 光是台南呢 就有2万2千多人感染 112人死亡 好 那么全台 包括高平地区的 登革热疫情的 总确诊病例 有43,637人 死亡病例 高达了218人 好 所以在这个夏天 目前传出了 这个新北市有病例 因此呢 很多的政治人物 都纷纷出来喊话 我想先从 我们现在行政院长 赖清德说起 他今天也出来说了 希望这个双北 可以参考参考台南经验 所以在这边 我要请教师议员 台南经验是什么 台南经验不就失败的经验吗 这个 我先要一句话 回应刚刚大家在讲 店的问题 我来自台南 我手边做很多公投的联署 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看到了 乙和养绿的联署 是我服务处目前 最多人来联署的 最多 所以不要小看台湾人的智慧 那我们再来谈谈我们的台南市 登革热的伟大经验 坦白讲 我们这样讲是 有一点不近 因为登革热在台南造成的 金氏记录 是死亡了 112位 我们台南乡亲 各位看到我手中这张表 当年的时候 登革热失控 我们市民是苦不堪言 那个时候 正是赖清德 为了要展示他 赖世的权威 赖世的傲慢 他不进台南市议会 跟台南市议会对质的 一个辉煌的时机点 可是他造成的是我们市政的不张 后来监察院对于我们台南市 登革热的状况 也提出了五点的纠正 我们比较遗憾的是说 当时台南市议会 针对赖清德 他的市政不张 让我们死亡了112位台南乡亲 提出了很多 为我们台南乡亲做适当的安慰的做法 赖清德的傲慢 抵死不从 那现在呢 我只是非常非常亚裔的说 他竟然有脸说 要参考台南市的登革热的防疫经验 各位知道登革热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疾病 过去很多年我们台南市非常炎热的地方 很多年都一直有登革热 为什么独独2015年赖清德不进议会那234天 登革热一发不可收拾 造成的金氏记录 各位知道我们那时候曾经中秋节的时候 是把蚊帐搭起来 戴着口罩在那边所谓的烤肉的 我们台南人很喜欢中秋节烤肉 那赖清德今天到了中央来讲的话 我们看这句话 賴市长的昨日台南 賴院长的明日台湾 他竟然有脸说 请大家参考我们台南的登革热防疫经验 各位知道一个民选出来的首长 他的任期内 因为一个并不算是特别惊人的疫情 特别让我们觉得无法可治的一个传统性的 常年都有的一个疾病 造成了112位相亲死亡 没有看到他有任何愧彻 没有看到他因此谦虚的 接受监察院的所谓的纠举 他反而今天拿死了112位台南人的经验 告诉我们新北 告诉我们中华民国政府说 你来参考我的经验 参考什么 参考死112个人吗 参考我们22670例吗 还是22670例不够 我们要把高雄的一起加起来 死200多个人 叫做标准的南台湾的 这个民进党经验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遗憾 也觉得作为台南民意代表 我们坦白讲实在是非常心痛 有这样子的傲慢的市长 成为如今这样 一路干话王 干到中央政府的院长 我觉得是台南的悲哀 是台湾人的悲哀 非常非常的替我们台南相亲 觉得不甘 觉得不舍 112条人命 赖清德应该要背在身上 对 我们想你都觉得匪夷所思 就如同刚刚议员讲的 112条人命 那么除了赖魁这样说之外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包括民进党的立委 段银康也出来说 新北市长朱立伦 是不是应该要带队参加防疫会议 苏贞昌也赶快跳出来讲说 市府加油好吗 好 任俊 所以这些民进党政治人物 是怎么了 这个时候就开始先不顾防疫 先猛喷一番政治口水再说 我觉得台湾的民众其实真的很悲哀 就是政治口水每天都这样子满天飞 那重点就在于是说 现在有能力的 有这些你真的有办法 你就提出一个好好解决事情的 的一个方法跟态度 不管你今天讲说谁谁谁怎么样 说真的现在行政院院长不就是赖清德吗 而且现在真的就是防疫最重要不是吗 对啊 而且你现在讲这样 行政院长难道只看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吗 我相信不会有人这样做 而且赖清德他也不敢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现在去喷这些口水 就是怎么样的时候 其实你们就出来做就好了 我觉得这才是真的民众在看待 为什么对民进党执政 那么没有信心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你说段铃康出来讲说 这个朱立伦应该要亲自带队 要怎么样做一大堆事情 我也讲实话 你这个立法委 你们自己也有监督政府的这样一个职责 你监督的政府对不起 不是新北市政府吧 你应该监督的应该是行政院嘛 所以我今天持平进来看 就是说民众现在在看到的 其实都是什么你知道吗 看的都是有权利的人互相推诿 好像说哎呀这跟我没关系 我就负责负责只要评论就可以了 说真的你领的钱都是全民的这个纳税钱 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出现 那新德不是也都讲吗 哎呀他好骄傲啊 为什么台南之前发生登格勒疫情的时候 第一次因为以前没发生过 结果他们就努力的把它给自理 自理完了第二年的时候就都没有 那我也讲实话 你今天觉得这么强这么大 你今天当年一个院长 你就把你的资源 把你的所有的这个过去的经验什么的 全部都拿出来贡献 对于民众来讲 说真的我们现在看到那些登格勒 今天我们看的真的都不是说什么新北或高雄 或台南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这些人会移动 蚊子咖可能不会飞到这么远嘛 这些人他会移动 他今天可能就是一个台北的人 或者一个桃园的人好了 对不起我没有任何要影射的意思 但是可能我到这个地方 我不信重了 那我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 我就开始会会 很多人会很担心这个整个的爆发 所以你看到所有的人在防疫的这件事情 为什么都讲防疫是种作战 但很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在作战 是嘴巴大家都很忙 对 是嘴巴大家都很累 大家都很会出主意 但问题是你出的主意 都不是在解决这件事情 没有人希望看到有疫情的爆发 我讲实话 所以任何一个关键数字 说真的 你讲到说300例或多少 你要有一例两例 政府就应该开始要有警觉性了 那所以我今天真的持平进来看 与其去讲这些话 与其立法委员们去互相栓来栓去 大家一起在那里讲讲讲 那我也说真的 实际把东西拿出来 那个对于台湾来讲 才是大家整体都在同一条船上 今天我每次最痛恨就听到说 你台湾怎么 你新湾怎么 台南怎么 高雄怎么 好像自己都很厉害 就算再怎么好棒棒了好了 赖清德不管你当时经历过多少风风雨 好歹人家封你为神 好歹你现在已经做到院长之姿了 还要在嘴巴上面 大家在那边得理 大家觉得说好像这样 你要赢又要赢又要赢 什么都要你们家拿下去 不好意思 不是你之前的县市 那不是台湾的人 那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所以你这民进党这些政治人物 现在要趁这一波酸言酸语 难道要利用这一波蚊子之乱 他们认为可以打乱 所谓的双北选情吗 这个惠玲 我昨天做了 我做了一个梦 所以我这个梦到 就是说可能完全不像仁俊讲的 说有谁希望登革任 让台湾死人 我跟你讲说不定有人希望的 有人希望呢 然后这个最好是就说北部呢 可能透过某种方法散布了疫情以后 那么只有某一些跟这个中央关系良好的 就有快速的试剂 可以从南部掉 有这个登革任防治经验的人 那么这时候这一位选情落后 又在神明面前说谎的这一位呢 他就可以说你看你北部防治不利 只有我们有办法来对付这个登革任 因为我们已经有经验了 我这个梦呢 其实梦境是蛮真实的啦 就好像这个周玉寇在路上捡到了一些 这个台北市的公文一样 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 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就是说今天这个政府啊 他已经 我觉得他已经到了这个选情告急 已经没有什么手段使不出来的地步了 那么所以今天像段仪康像这些绿色媒体讲的话呢 很有可能都是配合作战计划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早就已经预期登革任会在北部发酵 透过什么方法 对不起 这个是这个我没有 这个梦境里面没有这么清楚 但是我必须讲 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不要低估民进党的下限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民进党在针对他的选情的部分 有任何做不出来的地方 包括这个新北要去争取前瞻预算的时候 就很多明明就已经计划好的东西 他也可以把你挡掉 民进党是一个非常会选举的政党 连选前走路工抓到了两颗子弹 等等手段都出得来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惊讶于 还有什么更下作的招数会使不出来 外交部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在这个时候 去拍一个这种让你觉得很幼稚 不负责任 没有效果 只会引起反效果 只会引起情绪的反弹 你只会引爆中国更加阴派的网友的反弹 对 民进党敢做但是敢不敢当呢 我们来看到民进党上台之后 两年断了四个邦交国 结果拼外交现在呢是在网路上耍嘴皮 好来看看呢就是外交部在推特上呢 po文 那么提到了他主要是针对对岸的 因为有这个迪士尼的小熊维尼的电影 没有办法在中国大陆上映 因此呢就po文业余 而且是派出了我们台湾欧熊 说台湾熊生而平等 哇那这个当然大家都看到了 尤其这个外媒CNN呢 直接就说了台湾就是在嘲讽北京当局 引起了轩然大破之后 外交部又在晚间紧急撤文 好我们来看到呢 主要就是这一出迪士尼的电影呢 自有维尼因为一直没有办法在大陆上映 所以呢外交部才会在推特上po文 那么再加上还有啦 因为这个小熊维尼呢 被网友拿来哭手习近平 好因此呢 这个小熊维尼在中国大陆也是相对敏感的 好可是呢我们说到了这个 我们台湾文化部自己在笑对岸说 你什么东西都要审批 你什么东西都要把关才能上映 那我们是多么的自由民主 是真的吗 没有哦 我们针对路片 一样每年也有配额的一年十步 而且靠抽签 抽签抽上了就上映吧 好 比如说呢 大化西游第三集 其实呢在台湾你没看到 在院线没办法上 因为没有中签 好 这大陆卖的下下叫 3.6亿人民币 还有战狼2 我更不得了 大陆票房56亿人民币啊 你也看不到在台湾店院 因为也没有筹中签 好 那么还有之前的金马奖 得奖片七月与安生 那很多人是说呢 其实一得奖之后 很多人都看到了 可能在网路上看了 没有耶 你要进电影院看呢 其实台湾在今年才上映 因为就是说这个抽签就抽了两次 好 这是目前的情况 所以我要说的是 没关系嘛 台湾反正多元社会 多元言论 怎么样你都可以表达 那你外交部呢 要在推特上表达你的立场也可以 那你敢po文 你为什么要删文呢 而且一删了之后 外交部方面还说 不要怀疑我们的处理方式 立文 这个外交部很奇怪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业务 然后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预算 然后去做一件 就这样来一招 第一个它也不是文化部 它不负责管电影 电影是文化部管的 两岸也不归它管 是陆委会管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外交部 会去拍一个这样子的片 来讽刺对岸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一样一样来看 先讲电影这件事情 电影这件事情呢 本来在全世界 很多的国家 它都不是完全开放的 因为电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民族文化工业 所以譬如说最有名的像法国 法国它就为了要抵御 来自于这个 这个好莱坞的来势汹汹 全面的淹没 所以说他们也是有保护的 就是让法国的电影 它的这个民族文化工业 能够 否则的话 全世界面对好莱坞 谁 大家都是死嘛 你怎么可能敌得过好莱坞呢 那你为了要让你自己 本土的文化工业能够起来 所以通常都会有所限制 那当然也有一些 是因为政治的理由 有些是因为什么样的理由 各种不同的理由 对于这个外面来的这个电影 有所限制 那台湾也是一样的 所以尤其是台湾 讲到金马奖 那时候那个谁不是更好笑吗 说金马奖被 我们常常得奖 台湾其实还蛮厉害的 大陆有一次得了很多奖 就说金马奖废掉就好了 就完全输不起 可是这个我们是在讲电影工业 但是这干外交部屁事啊 那你今天任何一个政府部门 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民间网友 哭手这是一回事 这台湾的网友哭手这是一回事 可是你用政府的外交部门拍片 去讽刺另外一个国家 另外一个政府 这在全世界很罕见吧 那对于外交部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不符合 外交手腕 外交责任 跟外交的政策的一个做法 一个很幼稚的做法啦 我简单讲就是这样 就是你是一个很幼稚的一个做法 那你这样你赚到了什么呢 你用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在外交上 有什么样的突破呢 你有交到很多的好朋友吗 你的外交空间有扩张吗 或是自爽自爽 是啊 它就是纯粹自爽自嗨 不知道在爽什么 不知道在嗨什么啊 你因为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国际上面有飞机 就开始用台湾作为名字了 用我们的名字吗 而不是用中国大陆的中国台湾吗 你因为推出了这个文章 到底我们在这两年来 在国际事务上面 国际组织上面 外交空间上面的节节派败退 会因此而有用吗 你的好朋友们 你的日本 你的美国会看了这个影片之后 然后就在联合国里头投票支持你吗 就在东亚清运的时候投票支持你吗 不会嘛 所以我不懂外交部为什么莫名其妙的 在这个时候去拍一个这种让你觉得很幼稚 不负责任没有效果 只会引起反效果 只会引起情绪的反弹 你只会引爆中国更加鹰派的网友的反弹而已 是不是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要交朋友 你拍了这个我们就可以参加WHA大会吗 不会啊 那我们能不能拍出一个今天台湾的医生到全世界最贫困 最需要医生的地方去拿我们的医疗资源去救助人家 我们作为一个地球村的一份子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贡献 我们希望能够参加WHA大会 还是说我要继续讽刺中国大陆怎么样阻挠我们 你这不是很幼稚吗 你拍这样的骗人家会同情你 因而力挺你吗 完全不会只有反效果 所以最近我们那个明星 他不是两年前的Paul文说他最爱的国家是台湾 被人家翻出来吗 然后就来操作吗 我就刚刚那个惠玲讲的 我其实这几天我都一直在想说 会不会是民进党操作的 就是说是谁去把他两年前的推文找出来 是谁 要不然就这个人的敌人 看到他红 这是一定有人在背后操作 但是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有人眼红嘛 看到他红看不顺眼 要破坏他 要打击他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我说实在的啦 大陆这些鹰派的网友 通通都变成了台独的帮凶了 通通都变成台独的啦啦队了 他们越这样子 我民进党越高兴啊 你大陆网友越凶越好 我在台湾越能够操作 那我就在想说 那如果不是他的事业上的敌人呢 那如果是台湾的民进党想说 再去哪里找第二个周子宜啊 那如果是民党操作的呢 这太容易操作了嘛 因为我只要点一把火在大陆 哇 蹦就烧起来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中间背后 你会觉得说在操作这件事情的时候 损人而不利己 外交部这个东西就是 简直就是 民进党那个 国民党立委审预算的时候 要严格的审啊 怎么可以拿外交部预算 去拍这种东西呢 我必须要补一句话 所以立文杰还比较善良 你知道吗 他不明白这种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情 为什么要做 我跟你讲 所有的事情 损人而不利己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我民进党得利就好了嘛 今天他到年底为止 到十一月二十四号为止 他会不断地去拔人家的毛 不断地去拿针去戳人家 看戳人你有多痛 看你弹得有多高 就对我的选举有多有利嘛 你以为他不知道拍的这种片 我们没有办法加入WHA 我们没有办法对我们的这个 老百姓的处境有任何改善吗 他知道 他只是要让你对岸跳 让你跳起来 最好再出众手 再断几个方交国 再对我们做一些 这个什么样的强硬的举措 那就得到这个他的效果 所以这件事 当然是要外交部来做 所以这样听起来是要激怒对岸的意思了 那你何必呢 又悄悄下架了 赵新 这个激怒对岸也不差这一件事情 我们激怒对岸的事情多了 但是我知道就是说这个 这个蔡英文常常说 我们的两岸政策都很自治 都很节制 对岸在 责任在对岸嘛 那现在这张图就告诉你 责任在哪边啊 这是你告诉大家的自治啊 这就是告诉你告诉大家的 你对中国大陆的善意啊 这个民进党政府选战打久的 以为每一个对手都像选战里面 都像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一样 随便随便用这种 揶揄跟这个笑话的方式 以为是可以怎么样 让自己的支持者很高兴 而且可以对对方打要打击的效果 这个怎么讲呢 这个基本上就是什么 国际礼仪上的文盲 没见过世面 外交部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官方单位 它是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的立场 所以你一言一行都很重要 第一个你外交部 就像立文姐刚刚讲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什么部会 你是文化部还是你是陆委会你都不是嘛 刚刚立文姐讲得很清楚 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官方机构 你还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民间机构的小编 或者是民进党的党部 可以这样子随便玩没有关系 也没有人会追究我 人家讨厌我我也不敢怎么样嘿嘿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今天这个东西丢出来之后呢 是有其他国家的同样的对口单位或同样的外交部门 他会去看说你今天讲这东西是什么意思 我想很多外交部门是傻眼的 很多懂国际礼仪的外交人士看到这个东西 其实是遮着眼睛来看 这是蛮丢脸的一件事情 你怎么会开这么不得体的玩笑呢 就是很没有见过外交礼仪的感觉 所以今天感觉就是把无聊当好笑 如果你今天是民进党党部自己玩 或者是一个你觉得是意识形态的这个部门 你要去做 我坦白讲那还是无伤大雅 可是对于一个代表国家意见 你的反应有可能会激起其他国家正面或负面的反应的 连带效应的一个机构 你没有自我表达自由意见的空间 因为你的时候一举一动的影响 如果今天中国大陆暴富了你 更紧缩你的这些其他的措施的时候 你影响的是外交部而已吗 没有啊 你影响的是台湾民众的权益 你又是伤害自己人来制造两岸的对立 你一样呢 这样子 所以我不知道外交部到底在嗨什么 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了嘛 过去让赖清德不是讲说 他一方面承认这个中华台北要说遵守洛商协议 然后一方面第二天马上就讲自己是物识台独 然后呢 你讲很多善意的语言 结果你实际上呢 这是官方耶 你还不能说这是民间耶 官方的网页用Twitter 在国际的舞台上面 就做这种挑衅的东西 去评论另外一个政权领导人 或者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作为 这基本上来讲都是犯了外交的大忌 更何况这根本就不是你的职权 所以我说这就是幕侯而冠 一笑大方 没见过世面 潘英文政府上任以来 他其实念之在之只有一件事 就是怎么样让大家看到他好勇敢 好伟大好厉害 直接要跟对岸对干 你要嘲论就是中文大陆说好啊 很多电影不能在大陆上映 可是忘了啊 我们自己 我们凭什么取笑别人呢 我们自己一样对大陆片 一样也有配额啊 议员 我想我这边要提醒大家 我来自台南市 赖清德是去年九月的时候 离开我们台南市 成为中央政府的隔轨的 他离开台南市 有一次的议会背询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名言 叫做清中爱台 当时造成了包括蔡英文总统 一干的这个六都的首长 跟着赖清德要清中要爱台 那我们再看看现在 民进党跟对岸的 所有的竞合 我想大家只会有一个结论 把赖清德所讲的每一句话 往另外一个方向 把它负面去思考 大概就可以拿出真相了 刚刚几位这些评论者 都在讲说 这个为什么外交部 会做这么一件事 不过以我来看的话 我觉得倒不是外交部 会做这一件事 而包括前几天交通部 也在说要写上中国台湾的这些飞机 都不要让他靠近机桥 要让他停在这个所谓的机场 这个大路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蔡英文政府上任以来 他其实念之在之 只有一件事 就是怎么样让大家看到 他好勇敢好伟大好厉害 直接要跟对岸对干 他不管自己是不是 他是一个鸡蛋呢 还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 不得了的这个硬到 这个玩石一般的石头 反正他的责任就是 提醒全台湾乡亲 我蔡英文上任以来 我念之在之的就是各部会 都要体会我的感受 我们一定要告诉台湾人 对岸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要怎么样想尽办法 跟对岸比厉害 比强劲 跟对岸比我们谁 比较能够